那首歌咋唱了的 完了 BBQ了 完了完了 这都是接孩子的 这回让你想吧 想 这回今天有疫情了 孩子都见家来了 开始上网课 我们也放假了 这回真的BBQ了 就闹心光 才开学半个月 你就就回家上网课 这啥叫乐极生悲 这就叫乐极生悲 都别来吉林了 吉林有疫情 我告诉你 这一天 吵着都来接孩子来了 出租车都不让下行 客车全部停运 家长必须到校门口接孩子 这么严重吗 所以说呀 这计划 敢不上变化呀 本来行是好好的 今天大修 把孩子接家来 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啥的 这还做个毛了 这啥呀 没有心情 这孩子回家 又开始闹心丧火了 没曾讲这接家来 这不是大修 这是大大修 啥前开始不修 我还不知道 有真闹心的 哈哈 今天是一群第三天基本事 昨天就核酸检测了 全员核酸 今天客车基本全员核酸 不让营业了 而且咱们营业场所 大多数也都关门的 不让营业了 在什么洗浴啊 足疗啊 都已经停止营业了啊 第二轮核酸检测 也马上开始了 应该是6号 刚才看通知应该是6号 从外地回来的朋友啊 到吉林车站 现在目前来说 咱们看得到公告 上方写的是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和绿码 双码啊 你让你出界也是 出吉林市你也得有这个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和报告和绿码 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都得注意点啊 而且你得咨询好 你要去的目的地 对咱们疫区是什么政策 到那如果就隔离的话 我感觉你去不去都没啥意思 你不如待半个月再走了 对吧 在吵着这次疫情挺严峻一点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 尽量少出门 出门带扶障 配合咱们社区这么说 希望这个疫情早日过去吧啊 好 好 好